2月15日,毕福建侄子毕克晨晒出了一则动态,让大家看到了毕老爷的现状,引起了诸多网友的热议。 正逢元宵佳节,毕福建放下手头的工作,和侄子一起在家过节,还特意写书法庆祝,看来心情不错。 照片中,毕福建身穿黑色卫衣,头发似乎有些凌乱,一手撑着桌子,一手拿毛笔写字,表情严肃,脸上已经出现了几分倦意。 近距离看毕福建的脸部,两边的肌肉再往下垂,苹果肌明显松弛,看上去十分浮肿。 毕福建已经63岁了,正值花甲之年,精神状态早就不如从前,尤其是退出舞台之后,感觉苍老了许多。 如今看到她的近况,其身体状态引人担忧。 这几年,毕福建很少在公共场合中露面,进入了退休阶段,但她为完全放弃工作,经常跟着团队一起出差,成为幕后人员。 每次合照,毕福建依旧是妥妥的C位,但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疲惫,闭着眼睛,很少露出笑眼。 她还和星光大道选手、杨子一起录制新歌,为人处事十分低调,有着自己的节奏和安排。 只可惜,岁月不饶人。 此前毕福建在机场和团队拍合照,摊坐在沙发上,挺着大肚子,就已经凸显老态,在工作上让人感觉有心无力。 虽然事业并不顺心,但毕福建晚年生活质量不错,这次晒出来的近兆就是无意中曝光了她的豪宅内景。 光是书房一角就显得十分气派,让人觉得场亮又明亮。 其实,书房内景之前就被侄子分享过,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,堆满了各种书籍,墙上则挂满了毕福建的作品。 而且,毕福建威望仍在,不少好友隔三差五就会去探望她,只是这次过节,身边只有侄子陪伴,倒是显得有几分孤单。 毕福建从已多年,备受大家的喜怀,是观众眼中永远的毕老爷,即使已经退休,依旧被大家所牵挂,希望他的晚年生活能更加的健康、幸福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。